有着850年历史的巴黎圣母院大教堂 4月15号下午屋顶惨遭祝容四面 历史地标教堂塔尖应声倒塌 近500名消防员合力灭火四个多小时 终于控制住火势 当消防员及媒体记者打开教堂大门 映入眼帘的近视灰烬烟雾及瓦砾 令人惊讶的是 教堂顶部三分之二的地方被焚毁 但教堂内的十字架 竟然完整无缺的毅力不倒 并且因为光线洒进而闪烁发光 教堂内十字架毅力不倒的第一张照片传出后 立即在社交媒体上热传 认为这是神迹出现 看到十字架完好如初 让许多伤心欲绝的人们 心中重新燃起希望目标及慈悲 法国总统马克宏已经表示 他希望在五年内重建这座 有850年历史的大教堂 并希望法国人民同心协力重建圣母院 晋红 日磋